為我休假 為我休假 來啦 勞動部 高舉白不調大聲抗議 還用紅色噴漆 在勞動部門面上 噴上紅色大字 會這麼氣 都是不買勞動部 刪減勞工國定假日 七天休假 為我休假 勞動部玩每週公時 從42小時縮減為40小時 因此刪減國定假日作為配套 但勞基法沒有明定做七休二 不良期也主專漏洞 即將上路的週休二日 勞工等於看得到吃不到 如果是輪班制的勞工 業者改用每天公時 6小時40分鐘 每天少20分鐘上班時間 但做六休一 勞動部認為公時合法 只能口頭勸導雇主 週休二日形同虛設 我需要多放假 原本就有週休二日的公司 趁機大砍勞工 七天國定假日 勞動部回應 除非契約有寫 不然也是束手無策 還有雇主福利公時一起砍 但減薪違法 依法可罰2到30萬 但砍福利 勞動部可就鞭長莫及 不知道說是天真還是大義 就是說 認為說一週40小時就是週休二日 那顯然這兩天 勞動部的說法就有點保守 譬如說他講說沒有週休二日的企業 就會被市場淘汰之類的 如果說什麼都沒有的話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那個 做白宮的感覺 民眾勞團一致看壞 縮減工時看似一樁好意 但不完整的配套措施 勞動部間接成為黑心企業的有力幫兇 東森財經新聞 江明星吳佑樹 台北報導 在101年的時候 我們再來 很 很